在他们家里面 你说开个马萨拉第 我告诉你 那可能也算是中级的 中级的 兵力才纠定就对了 那随便你开 BMW 750 这个都是算 平时看做的 PUSH的休旅车 那是买一部马萨拉第 对他们来讲 600多万 这个对他们来讲 是很简单的事 我现在就要从 那一天 盐框衡被抓的时候 当时的检调是兵分九路 兵分九路全部去查 而且这个案子 从去年中二选区 选完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注意了 可是 我跟你讲 林静福有一点 奔冠 他后台很硬 所以他也不在乎 反正你们也奈何不了我 你又抓不到我 在林静福在我们杀戮 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院女 营造 它是个什么 他为什么不说建筑公司呢 为什么要营造 这里面它涉及到 到底 因为我们不是议员 也不是什么 如果我是议员 我会去查 台中市政府出来的东西 你店女营造 有没有参加 所以这次他会兵分九路 我请问观众朋友 500万的交保金 罪要很重了呢 你就是为了一个 国有财产地占领的 那个 罚钱呢 你说假交易 警都会给你罚钱呢 你为什么要500万的交保金 500万还太太而已了 对不对 对啊 不是哦 林静福也500哦 林静福也500哦 对啊 所以这一点里面 他就算是冒陵立法院的助理费 也才108万 也不要500万的交保金嘛 林静福有500万交保哦 对所以我跟告诉各位观众 现在有一点 外面我们那里的都传出来了 还有未爆档好几条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从 他的钱的 这些钱 他们告诉我说 里面那些 你们那讲的是谁多少多少 对他们来讲 对严家来讲 人家讲沙沙水 那里面为什么 林静福是真正的 他的所有的东西的 的白手套 那为什么林静福会做他 我告诉你 林静福大炎框很好几岁 炎框很当兵回来以后 林静福那时候是 小小的一个工程行 现在为什么赚了那么多钱 我们这一栋 也是林静福帮他盖的 这一栋 你说那间沙路豪宅 沙路豪宅 这间豪宅 等一下来讲豪宅 现在我们整个案件 你要注意 要从林静福下面 因为什么 连框很自从 去年的1月9号 输了以后 他就从来没有放弃说 他不选 当时就已经在活动了 我还特地告诉 告诉那个民进党 他们听都不听 他们说打了这支以后 大概盐框很怕不起来啦 没有 电党不是这样就对了 怕挡手骨 又电党用 更加认真 更加谦虚 更加打拼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 他成立一个青年团 没有民进党说 选钱把他抓起来就好 他成立一个年轻团 在台中 还有叫那些讲师们 下次李正浩 有可能会回去 高薪聘请他下去演讲 教那些年轻人 他很会教 拿马沙拉地来换 所以自从他里面 他输的时候 他从来就没放弃 现在里长怎么拉回去 那里长我现在跟你讲 里长他还没当为选举人的时候 里长可以不可以钱给你 你有没有办法 这应该没犯罪吧 因为盐框我还不是 我还不是候选人 算乐捐就对了 我好朋友里长 这50万让你去 去去 你会来做什么 所以林静怡拍算就对了 拍算啦 所以你要警告民进党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惠民 我讲一个 包括以前没有跟年轻飘在一起的 他看他会不会当选 有人就主动 我两把 左伯娘在选举长 我听不懂 在选里长的时候 他本来不是跟年轻飘同派的 他不会赢他 你我我我两把给你开 动算的是你就是我的调花咖嘛 所以现在蛮多里长 就是心向着这个 因为这个我不是里长 还有额外津贴 我只能讲额外津贴 这个定条 每个里长 每个月都有额外津贴 那还有一个 包括林长 已经滴水不漏透了 林长也照顾到了 照顾到了 所以里长是不是聘认 聘认那个领长的 你领长是哪一个色彩的 譬如是领长 如果是李宗奥 这没效 这绝对是民进党的 他就不够保折 照顾也拍的 就对了 对了 如果是A 来我叫来保折 领长现在做人家 还有这些东西 他怎么不累 所以他全面下去 林静怡一听到说 他起诉了 我核算了 如果全面爆发的时候 那时候林静怡你可能好选 如果这位以后 这些大案没有爆发 我真的讲林静怡你很难选 我讲一个很简单 林静怡出门 没有本 民进党的议员敢跟着他走 你是说在中俄选区吗 在中俄选区 不跟他走 为什么 为什么 他怕呢 只有出我这不怕死亡而已 怕什么 怕什么 怕银青票怕什么 妈祖会给你保折 你怕什么 我是妈祖会给你保折 他真的没来 他怕 所以还是有一些阴影就对了 阴影很重 这里面就是我讲的 至于讲高价低卖 先把这张 水晶灯多少钱 不要说 在意大利 快要接近八位数了 千万 水晶灯就要一千万 不是 快要接近了 天哪 然后这个电视对不对 这个墙对不对 大理石 大理石 这个多少 也不是太稀有吧 我觉得 对啊 两百多万而已 内面大理石要两百多万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跟你说 为什么他里面装修会 五块钱去五千万 他为什么可以卖一亿 这家家要买一亿就对了 不早 如果是有 把骨架起来一亿 因为光是里面的装潢 东西都等级很高 可是现在 当时收市 高价低卖 那个钱还从林静虎那边 转到张小姐那边去 坊间在传张小姐是谁 我说我不知道 这个我没有看到 我不能说 这些如果是我 我一千万最多 一千万买 你说整间厨吗 来 人家问我 他家有几部车子 这个大楼底下的停车厂十一部 那不停满 你要留一点客户的停车位啊 对啦 当然啦 但是这间不是招待所喔 不是 储人的喔 储人的喔 招待所是在南屯那个 对对对 是那个 所以四千多万卖给张小姐 是刚好还是不刚好 是刚好 那个左手翻右手啦 就像李正浩卖 但是我住不住了 我东西又能卖搬就对了 那为什么 人家问我说 为什么东西不搬 这里面就有 大家就在问我这个 蹊跷你们自己去想 我们也没看到 这个数字看一下 这个上次的大 这我们的大乌龙杀物 就是大都乌日龙井 跟杀路跟乌丰 林静宇全部赢 全部赢 刚刚纪文先生你说 就说 科隆这边很坏 管理是什么地方 定条的 我们说定条 不是双基政家 你卖出院 现在卖出院 定条的当时开始 我们看这一次的回轮 在这两天 尤其是 应该是昨天吧 我们的旧台义线 旧台义线 从大渡到我们的大甲 你注意看 现场有很多点心打 点心打 我们叫神坛 也叫红坛 那一般人除了兄弟之外 严董在做大阅兵 就是说我这边回轮 比进行的人 够要三杯 起来也够三杯 很容易 很容易知道原因 因为这三年的疫情 对不对 但是你们注意到民进党 不是信徒自己热情 报复性进香吗 也不能讲报复性 其实你说一开头 有十五万人 其实十万人就不得了 人的确是比过去多一点点 还是严董的大阅兵 当然 你到我旁边都要出来了 我今年算今年 为什么今年民进党 跟去年民进党 都没有人出现在 大甲正南宫 他们往北港朝天宫 往通宵的白沙屯去了 你有看到朱立伦去吗 宋主义也没有去 好像马英雄电都没去 这一局里面 严董他也很清楚 他们家目前的扛霸子 只是副议长的严立民 我看法在在地这 哪有可能会去守候 这民进党的人 所以这次里面打成政治破坏 打成在地 说好像大家 其实他组织战很招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他们基本盘没有跑掉 严清彪他在抓什么 我只要锁住5%以内的范围 这个一定就要严进党选战 我跟你说 他不是跟明年1月13号 这里落资完 现在就开始定了 这个严家 当然一定要自己的立委要过关 他们家的这个 一定是要背负的 不然事业怎么办 然后如果国民党提名 侯友友的话 严家会不会要帮不帮的 因为连牵个手都 没牵到在中场会 其实侯友余 跟我们台中卢秀院关系不错 那这一局里面 也牵扯到卢秀院 因为你包括 我跟你说 下半年刚才什么事情 台中港的码头 再来捷御南线 这两个一定拿出来招的 所以你如果有没有可能 再加上严董市长的身体 大家在台中 这是看他 看他身体 你那天起胎的时候 身体是不甘心的 严董你保庇 你那个马上来保庇一下 我也希望你身体健康 因为这一局看得起来 就觉得说有点鬼 他们打成政治破坏 其实我觉得 这一局里面 严董也好 整个海线 其实都已经在绑装 绑得非常的严重 担下去 这给他们的少主要当选 我插一句话 刚刚我一直讲的 确实都是真的 可是你要知道 严董会叫一个 绿色的人出来选 百分百 你说这一次 可是绿色的不就是 林静怡吗 不是 对啊 还会再找一个人出来 脱党吗 过去也发生过啊 他找一个脱党吗 不要啊 他找一个台派的或是什么 钱拿给他你下去选 台派的林静怡就台派了啊 不是 譬如讲 柯文哲是台派啊 他们之前就找 找祭国洞啊 对啊 祭国洞啊 祭国洞啊 他哪是台派 之前啊 他拉个五千一万票就有抄 有啊 有啊 祭国洞哪是蓝的票吧 不是啊 他写的例子 是说刚刚正在讲说 祭国洞出来插轎 插到绿色的一些票 所以现在柯文哲要按住严家 就是找个白的去就对了 对吧 上次洪池庸在坎雅神 就是输在柯文哲叫一个医生 拿了一万八千票 那个啦 一个里长啦 因为那个那个池庸输了九百多票 所以说真的柯文哲乱的力量 是不容手续 对不对